大家好,我是Stan 一直主张自己的清白跟Fifty事件无关 却远远不断地被挖出丑闻的幕后黑手Ansoni 今天跟只有网友们整理猜测了Ansoni的恶心 其实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 90年代末 与HOT划分韩国音乐市场的天团Cheeky 在2000年突然地宣布解散了 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导致粉丝们都非常怀疑 这解散一定藏着什么阴谋 而在20多年过去之后 有网友发现到 在Cheeky解散的一年前 1999年发表的第四张专辑中 有三首歌是Ansoni编曲的歌曲 在Ansoni担当编曲的一年后 Cheeky宣布解散 之后成员金杰德·强苏文 就搬到了Ansoni以制作总监所属的ZAP娱乐 以新团Cheekwark重新出道了 一开始获得很多人气的Cheekwark 在发表第二张专辑后 公司就因为资金问题倒闭 在公司倒闭之后 Cheekwark就搬到了Ansoni代表的Kiss娱乐 而Kiss娱乐的音乐总监 也是Ansoni 但是没多久 Kiss娱乐就被Robinson Korea给收购了 而Robinson Korea 就是现在的韩国Warner Music 也就是被指控想要与Ansoni一起 抢夺Fifty Fifty的那家公司 当然目前是完全否认 也声明绝对不会与Fifty成员们签约 而当时Kiss娱乐的代表Ansoni 目前正在担任韩国著作权协会的副理事 接着就是曾经横扫韩国抒情歌市场的MC The Mix MC The Mix之前也是与所属公司发生了纠纷 引起上标权争议后 最终搬到了Vitamin娱乐 而当时Vitamin娱乐的制作总监 就是Ansoni WOW 加上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曾经阳 因为很多歌手与所属公司的纠纷现场 都有Ansoni登场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觉得 就算不是跟曾经阳Fifty Fifty一样 是完整的幕后黑手 但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关系 跟他见面就会发生与所属公司的纠纷 最好笑的是 现在有很多有名的人站出来公开支持Vitamin娱乐的所属公司代表 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Ansoni说话 就知道他的人生是怎么过的 人果然还是要学历史 真的是可以在韩国乐团史上涌垂青史的人 Vitamin成员们跟父母们都知道这个真相吗 太蠢了 他应该也希望这次的Vitamin事件 也能跟之前一样就那么过去了吧 再次希望Gugushita制作组 能够完整的整理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 接下来带来了一个 在韩国论坛受到很高关注的一个内容 这里是菲律宾的一个公车专用车道 在专用车道卖新的公车后面 一般车辆与摩托车们 一个接着一个的跟来 这时候公车突然停下后 有几个人下车了 原来他们是交通警察 公车优先的离开后 后面的车辆与摩托车们 一个接着一个的开罚单了 我以为下车的是乘客 原来是交通警察 脑子用的很好 跑都跑不掉了 哇 我们国家的公车专用车道 也能有那种富兰就好了 啊 好